所以吵架其实都是不好的 有任何灾难 我告诉你们 你们都记住 从吵架开始 家里倒霉 从吵架开始 工作顺利 从吵架开始 但是这个吵架 是在家里吵架 还是在公司里吵架 还是在单位里吵架 大家明白吗 比方说你在公司里吵架 你接下来在公司里就不稳定了 你就怕 现在经济不好 会不会把我吵架 我跟这个人吵架 老板是帮他 还是帮我 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 逃都逃不掉 所以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明白 吵架之后就开始 家庭有变化 生意上有变化 麻烦就开始了 所以万事 要何为贵 你总得有一个人 让一个人 如果夫妻两个 都是脾气很倔的话 你一定要让一个 克制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的孩子 看看他们都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么今天台长因为里面下面 有很多是新来的 但是也有很多老的 台长不能专门讲一些浅的 稍微讲一些 嗯 这个是 Sar important